第八章 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中国状况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毛泽东逝世时大不相同 在跨入新世纪前后 中国的状况有以下特点 第一 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崩溃 但其影响还在 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 但还很不完善 自1978年开始 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1992年又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基本消失 政府不再下达指标、管理生产、制定价格、分配物资、资金和人员 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 到世纪之交期间 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 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平衡 就行业来说 在制造业、建筑业、公路交通业、国内贸易、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 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 在农业中还有部分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在价格和市场进入方面没有完全放开 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仍旧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 要素市场的发育落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 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之后 银行利率固定 不能随行就是 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吸收了全部存款的70%以上 接近8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有企业 其中有较大的部分形成呆坏账 私营企业几乎得不到贷款 对各产业、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数量表达 陈宗盛、樊刚、王小鲁、李小溪等经济学家 各自用不同的方法算出了不同的数据 下面引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 供参考 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 95估计可达到45% 15预计达到65% 95及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 即1996年至2000年 15是2001年至2005年 资金的市场化程度 95为45% 15预计为60% 生产的市场化程度 95末达60% 15末达75% 价格的市场化程度 95末可达65% 15末可达75% 综合以上对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分析 其中在综合中赋予劳动力较大全职 因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在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如主管部门管理、现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各种社会团体介入、国际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等 行政管理过于庞大 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50% 大致在45%至50%之间 由此可以估计 95末达到55% 15末可达到65%至70% 需要指出的是 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等行业 处于本身利益 通过种种形式让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 如限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 以保持他们的垄断地位 这些行政垄断行业 在金融、财政、税收上获得最大的支持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处于劣势地位 一些高干子弟和其他有权利背景的人 在这些垄断行业起着呼风唤雨的作用 由于市场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计划经济的思想还大量存在 上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两种不同选择的斗争还在继续 但不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部分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还在坚持 但已经松动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 对于反对社会主义 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 还是像过去一样急于打击 但打击的手段和方法 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血腥 例如在毛泽东时代 对不同政见的人 适用杀、关、管、批的手段 现在如果出版了和中共中央看法不一致的书籍 不批作者 不批文章 而是以技术上的借口处罚出版社 如没有送审超越该出版社的出版范围等 一时形态管理部门 虽然经常批评这本书 批评那篇文章 但是他们心里明白 这些被批的书说的是实话 黄色的腐朽的除外 讲的是真理 如果自己出面批这些书 会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录 所以他们发禁令常常不发正式公文 而以口头形式 以免留下文字凭据 他们的这些批评 多是职业行为是做给上级看的 有些书被中宣部查封了以后 他的盗版书在书摊上大量出售 中宣部不再过问 第三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指导思想 但加上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 邓小平理论重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了初级阶段 和中国特色的定语 这样使得中国共产党人 可以不受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 可以放手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和先进思想 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 把发展经济提到了首位 阶级斗争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邓小平强调 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的思想 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影响 让人们放手发展经济 实现他提出的 经济上三步走的现代化目标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 则淡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 私有企业主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处于全面衰退的今天 把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 这些任何政党都可以提出的普世性目标 代替了共产主义这个目标 使得中国共产党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第四 中国共产党还掌握着领导权 但这个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和毛泽东时代相比 中国共产党已经大不相同了 他们不相信传统的教条 而是探索中国进入现代化之路 他们不再唱共产主义的高调 而是脚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地 他们不追求出身纯之又纯 而是吸收一切愿意一起奋斗的人们 党的宗旨 党的作风 党的成分 都和毛泽东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 1995年广为传播的文章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 俗称左派万言书中 用忧虑的心态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几大变化 一 党组织的弱化 不少党的基层组织 再不像过去那样是战斗堡垒 是铁拳 是核心 而是陷入了软弱焕散和瘫痪状态 像一种骨质疏松症 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 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利的领导 二 一部分党员思想 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 在他们看来 社会主义已经失败 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 共产主义是空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 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共产党员 可能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 拉出队伍 反割一击 成为反共级先锋 三 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 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 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 而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 产生离心倾向 四 部分党政干部腐败 五 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 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分子 学理工医浓的多 学文科的少 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 左派万言书对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分析 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然 他们是从他们自己的视角提出问题 第五 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从1978年到2000年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 由3624.1亿元增长到88189.6亿元 增长了23.33倍 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的幅度31.5% 按汇率换算 2000年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840美元 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 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2000美元 经过20多年的改革 中国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 这块蛋糕的分配不是很合理的 跨世纪前后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收入分配课题组 经过数年长期跟踪 分别于1988年 1995年和2002年 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 并于2004年初完成的调查报告中显示 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 比1995年的0.437高出1.7个百分点 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 由1995年的0.280提高到2002年的0.319 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 与此不同的是 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 从1995年的0.381下降为2002年的0.366 下降1.5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份报告认为 就全国而言 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 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 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 最高的5%人群组 获得了总收入的19.8% 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最高的10%人群组 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1.9% 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 对全国样本来说 虽然收入最低的5%人群组 和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 处于很低的水平 但是没有出现下降的迹象 也就是说 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 并不表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 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 这个数据考虑了住房的差别 但没有考虑收入最高层的收入 因为最高收入层是很难进入调查样本的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 他在0到1之间 如果基尼系数为0 则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 如果基尼系数为1 则表示全社会的财富被一个人占有 按照国际经验 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 在0.3至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 超过0.4则不平等程度偏大 从上面数据看 中国不平等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 然而令人关注的不仅是基尼系数的水平之高 而是基尼系数上升的速度之快 进入新世纪 基尼系数还在继续扩大 第六 社会阶层与毛泽东逝世时全然不同 社会分化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 经过20多年的改革 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 对改革年代的阶层变化做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最近我又用新的数据对该书做了修订未出版 我吸收国外学者五等级简明的优点 上中上中中下下 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 以财富收入为基础 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 直观的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一上等阶层 政府高级官员 国家银行及其他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 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 大中型私有企业主 他们的总人数在1000万左右 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4% 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 他们数量很小 对社会影响很大 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 和大企业的决策权 他们制定一个政策 可能影响众多人社会地位的升降 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 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 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人们 他们的财富和社会行为 常常被高处的云雾所笼罩 社会上对他们只能有一个朦胧的印象 很难得知其真面目 像峨眉山的金顶一样 越到顶端 越是朦胧 二 中上阶层 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 中高层干部约30万 中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人 中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 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 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 金融保险 电信 电力等行业 约2000万人 总共大约2930万人 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1%左右 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 对普通人来说 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 但他们认为 经过努力 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 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三 中等阶层 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数字 工程技术人员 工业 农业 卫生 三个行业专业技术人员 为959.3万人 科研人员274506人 教师1178万人 一般文艺工作者 一般新闻工作者 律师共约600万人 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 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有1000万人 小型私有企业主150万人 个体工商业者2571万人 其他有中等收入的约有1000万人 以上总计8585.75万人 占全国从业者总数 71,150万人的12.04% 户均年收入10万元左右 他们的收入 权力 声望 或者三者的综合 处于高层 中上层之下 而又在其他阶层之上 社会地位处于中等 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只要努力 他们中相当多的人 可以进入中上阶层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 他们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 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 所以他们有比较安定的心理状态 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四 中下阶层 农民阶层 稳定劳动阶层 2000年3.3355亿从业人员中 扣除农业大户和管理者 还有3.2亿左右 城乡两期阶层 不稳定劳动阶层 全国最多1亿人 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 估计在工农之间有2000万左右 工人阶层 稳定劳动阶层 约1.89亿人 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 他们的收入地位 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 权力地位更是低下 这个阶层总共约有5.29亿人 占全国从业人数的73.5% 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以种植业 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 统计中包括鱼 木 林 这三者占的比重不大 城乡两期阶层是指农民流动工 工人阶层是指蓝岭工人 约1.89亿人 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 工人较高 其次是两期劳动者 农民最低 作为两期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 在工人和农民两者之间 这是就总体而言 部分流动民工的收入 可能高于部分国有企业工人 这个阶层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 但他们寄希望于子女 为了下一代的地位能比他们高 其中有些家庭忍受着种种困难 也要让子女上学 但是多数家庭无能为力 能让孩子上个初中就算不错了 能够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是百里挑一的 工人子女多数上职业中专 上大学的也是少数 五下等阶层 城乡贫困人口 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 这部分人约七千万人 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两千万人 近城民工贫困人口一千多万人 农村贫困人口约四千多万人 占总从业人数的百分之九点五左右 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 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 取得微薄的收入 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 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 农村的无业者则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 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 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 为了构造中国社会阶层模型 我将财富权力声望都分成十个等级 最高为十最低为一 利用现有的各种社会调查数据 包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和我能得到的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 将不同的职业的财富权力声望 纳入不同的等级 并利用我所能得到的学者调查数据和实际判断 确定财富权力声望三种因素在决定阶层地位中的权数 财富为0.36 权力为0.38 声望为0.26 例如高级官员的财富等级为7 权力等级为10 声望等级为9 加权综合后为8.66 高级知识分子的财富等级为7 权力等级为6 声望等级为10 加权综合后为7.40 最后按加权综合数据排序 数据大的在上 小的在下 加权综合数据7.5以上的为上等阶层 6-7.5的为上中阶层 4.5-6的为中等阶层 2-4之间的为中下阶层 2以下为下等阶层 键表 从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当前社会分层有以下几个特点 80%以上的工农大众 处于社会中下层 73.5%和社会下层 9.5% 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 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 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 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工农劳动大众是社会的基础 他们是向社会付出最大 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 这个占总人口80%以上的阶层 处于最低的社会地位 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 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城乡分割 人为的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 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 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 一亿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 他们在城市做工 用打工的血汗钱回家交纳政府的各种费税 如三体五桶 但城市还经常拖欠他们的工钱 他们在城市从事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劳动 以保证城市生活正常运转 但得不到城市人的平等待遇 中间阶层比重太小 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 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 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橄榄型 中间大两头小 而中国的情况不同 中间阶层比重在12.04% 比发达国家小得多 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比重过大 社会阶层结构呈金字塔状 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 因为它重心低 而金字塔状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 这是因为下层比例太大 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 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心 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 社会就不稳定 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 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上等阶层是全社会所关注的 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 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 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 并不全都是众望所归实至名归 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 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 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通过以上阶层分析可以看出 中国改革进入20年 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 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 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 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 进入80年代后期 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 到90年代中期 社会公正问题更加突出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 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 对旧体制的历史责任大 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 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 对旧体制历史责任较小 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 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 众所周知 对旧体制的历史责任大的 和对改革成本承担较小的社会阶层 是各级掌权者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 对旧体制历史责任较小 和对改革成本付出较大的阶层是工人和农民 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 改革中获益最大的 是更多的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 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 当然 对旧制度的历史责任是不应当追究的 但制度变革的成本的收益应当大体对称 农民在旧体制下受损最大 在改革初期得到了一部分补偿 而1984年以后 农民一直是弱势阶层之一 还继续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和种种经济负担 来承担改革成本和城市化成本 工人在旧体制中名义是主人 实际上没有得到足额工资 工资的另一部分 即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由国家集中 国家给职工提供保障 实际没有很好的保障 改革后通过下岗来承担改革成本 强势群体中的某些人 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恶守新生阶层上升的通道 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前 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 又用其强势地位 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 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 在跨入新世纪前后 中国政治斗争的内容和形式 与改革初期和中期有所不同 社会公正问题引起了人们的 关注、思考和争论 但是争论的双方 不完全是原来的保守派和改革派 政治斗争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 争夺利益的斗争 是弱势群体、反抗强势群体 以维护权益和争取权益的斗争 这种斗争反映在知识界 是不同思想派别的争论 欢迎订阅